Emmae, oka san, mama, mei, mama 世上只有妈妈好 方艳萍是位职业妇女 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随先生来美后在超市上班 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年长的父母 和当时还年幼的三个孩子 她像一棵充满母爱的参天大树 相夫教子,照顾公婆 含辛茹苦 如今儿女长大成家后 仍然选择住在附近 她仍然不愿想清闲 帮助接送照顾正在上学的 七个孙儿孙女 几十年如一日 在平凡的日子里 为家庭默默付出 而乐此不疲 方艳萍公婆晚年来美 和她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年 与此同时 她自己的妈妈也来到美国 与她同住 此后的二十五年里 方艳萍一直悉心照顾三位老人 两位妈妈都活到一百零一岁 虽然晚年得了阿兹海默症的婆婆 照顾起来身心上难免会辛苦 但她还是用爱心来面对失智的老人 先生生病 自己身体不佳 方艳萍提早退休后 看着儿女们在工作上忙碌不堪 虽然自己腿不太好 但开车还不成问题 就主动帮着她们接送孙子孙女 下课后 从学校接送到安亲班 或不同的才艺运动班 持续了十数年至今 有两个孙女几年前 已经从加州波克利大学毕业 她还每天为大家准备爱心晚餐 让忙碌的子女来家里 接送孙子孙女回去时 随时吃上可口的食物 方艳萍也会有生活上的压力 但她参加合唱团 跟名师学跳舞 透过参加在国内外舞台上的表演 舒缓压力 寻找快乐 她说 快乐不是拥有多少 而要少计较 就能活得开心 方艳萍常说 爱是无尽的 只会越用越多 她对上孝顺父母公婆 对下照顾孙辈 这无限的母爱 提醒也感动了许多年轻人 反省自己 该如何对待父母 这位母亲就是一种责任 要有一个善良的心 对待自己的家人 每个母亲都是平凡的 那在这平凡中 要显现出不平凡的母爱 方艳萍 朴实无华 一位平凡中 彰显出非凡母爱的妈妈 我现在就会打不平凡的母爱的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